大家好, 七月二十二日正午的新聞 第一節的新聞是繼續報導 昨天下午三點鐘左右 在吉祥寺的婚禮會場發生假新郎騷動 身份不明的新郎在婚禮之後失禮蹤影 到現在還未知道他的下落 而真正的新郎也下落不明 警方認為他有可能被捲入一宗犯罪事件 已經開始展開調查 接下來就是電腦加強保護客客的報導 近年初多個大型互聯網受到客客入侵 而導致服務癱瘓 資訊科技處為了加強保護政府 內部電腦系統和網絡 號資二千一百萬元 設立一個中央互聯網通訊集系統 他們有沒有搞錯 發出一套資訊科技保安指引 加強部門防禦… 竟然這樣讓他們小看, 極奇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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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沒有限定穿什麼泳衣 不過呢, 穿個款式 就配合中學生的身份才行 真是好, 難得有機會去沖繩島旅行 多怕要人家穿上學校指定的泳衣 我們先走了 今天回家鎮去遠鎮看看 真是可惜 家手納老師呢 她說這次不會去沖繩島旅行 大家都很想看看她穿泳衣的有人身段 那倒是吧 不過不怕 幸好還有東越老師會去 笨才呀 你很想看東越老師嗎 我… 她很漂亮就是漂亮 不過呢, 整個飛機場那樣 穿了泳衣都不肯有東西看 那倒是呀 她說不定呢 只能跟小學生比 我們班裡的女生的胸牌比她更大 我看她穿學校的泳衣會好看些 是呀 其實只有小孩才會嫁為胸的大小 女性的魅力並不在於胸 是呀, 沒錯 有甚麼可能作伏胸 難得有機會去沖繩島 我不可以因為這樣而生氣 好, 選一件泳衣 好, 選一件泳衣 好, 又能沖繩島去沖繩島 對了, 選哪件泳衣去好呢 作為老師是要原諒學生的 不過這個男人就不能原諒 想起她就生氣了 甚麼? 嫁給男老師來不去沖繩島旅行嗎? 真是沒癮 豪華酒店一定有好的醫療室 發生甚麼事上來都沒問題 不過很可惜就沒機會穿泳衣 你自己也覺得 大家都很期待你穿泳衣 鬼寵老師, 你有興趣看我穿泳衣嗎?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 我真的想的 你真的很厲害 這層你還要問嗎? 我只用腦袋想, 都已經想流鼻血了 鬼寵老師, 你很壞 雖然我不去, 冬月老師也會去 冬月她? 對了, 差點忘記了 不過這裡說這裡散 冬月她的胸牙很小 穿起泳衣上來一定不像女人 你不要跟她說 要不然她一定受不住 你這樣說法, 冬月老師真的很可憐 穿泳衣吧? 最重要當然是胸 除此之外, 腰紮紮的 才令人血默沸騰 她從上到下都直不甩 跟水桶沒甚麼分別 用個又長又瘦的水桶 真壞人, 水桶是嗎? 鬼寵人, 你看著我 讓我讓你看看水桶, 厲害了 我這次一定要在沖繩島上 穿著新的泳衣 吸引所有男士的目光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阿嬸都來挑為美王 你別這樣, 人家會聽到的 挑些這麼花的圖案 用美好的身段才能穿得起 她的胸好像借了腳向日葵 想在中城島穿著的話 應該選一些反光度好一點的泳衣 利用光的效果可以增加立體感 看上來身段會明顯一點 家手立老師 真的很對 對了, 今年夏天 有沒有想過穿甚麼泳衣上陣 怎麼樣? 你有甚麼心水感 看見得好像不太對 是嗎? 那倒是, 有甚麼東西適合水通 才行 你聽到嗎? 不要緊 我知道是那個壞人鬼衝說的 多得家手立老師 你跟我說好話就真 他這樣說也不是有惡意 只是說笑而已 你不要放在心裡 如果鬼衝在沖繩島被鯊魚吃了 那就好了 但是如果不是他 大家又怎麼能去沖繩島旅行 而且還在海邊的豪華酒店 那裡有書看的 無論你怎麼說也好 我真的很想他死 其實, 坦白說 我真的覺得鬼衝他很厲害 其實我聽他們說的 那件事全都是那些學生假出來的 這是秘密 但是他做得好像不是被人陷害 真厲害 在隱瞞整件事之餘 就令所有背負他的學生站在他那邊 他這次真的很成功 比我一定學不到他這樣 別理他 說一件事是好還是不好 我真的覺得鬼衝他很有魅力 不僅如此 他所做的事真的不可思議 不過他說我是水桶 我是不會原諒他的 你冷靜點吧 甚麼理由也好 你不用這麼在意鬼衝他說的那些話 別管他 原來真相是這樣的 你不是喜歡鬼衝老師他嗎 哪有這種事 我只是當他是同事 只是當人家是同事 又怎會因為讓他說那幾句話 就會生氣成這樣 其實我只不過是… 沒問題 我不會跟人家說的 有甚麼不妥呢 同事之間談戀愛 我們學校裡很多人就是這樣 我…都…都說… 是 榮姨嘛 是不是 這件事就交給我做 是,這件 是 我完全顯示出甚麼叫痴性激素 你說痴性激素 我又怎麼會… 你不可以這樣 聽著 泳衣就是戰衣 你說泳衣就是戰衣 不過這樣 我現在又不是在沖繩島打仗 你錯了,這場是你的仗 你一定要選一件 適合你自己的戰衣才行 否則又怎麼能顯示出女性的味道 你說顯示出女性的味道 怎麼樣 沒錯,有這麼多事這麼多 拿著這件和這件 不要了,我…其實我… 行了… 小姐 等一下 哪一件 她拿著的,全部都要試完 隨便 顯示出女性的味道